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 仁慈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成为干亚法的院里 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 只是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交在她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 何用这样的网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男为这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将这香膏交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尤大的,去见祭司长,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出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 对他说 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言习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 正吃的时候,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道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 就掰开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赢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夜计较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 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稿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 看啊,卖我的人尽了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通来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听拉比安 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做的事 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又跟随耶稣的一个人 伸手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说 收刀入鞘吧 烦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 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坐在殿里 教训人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 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当下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拿耶稣的人 把他带到大祭司 甘亚法那里去 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知道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 就和差役同坐 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 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 总得不着实据 末后 有两个人前来 说 这个人曾说 我能拆毁神的殿 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 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 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 叫你起誓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夹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 说 他说了健忘的话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这健忘的话 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 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说 基督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 打你的是谁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前来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寄出去 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 拿撒勒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启示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 前来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挡的 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咒 启示地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历时 鸡就叫了 彼得想起 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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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